昨天您提到大巨蛋的這個事情 要把資料完全的公開 不過長官好像批評說 您昨天講的乾脆把這個3加11的 當初的會議記錄為什麼不直接公開 所以我在指揮中心的 有會議記錄的會議記錄都在 全部那也都在監察院 將未來也都會做逐一的審視 那至於我們在指揮中心 是個行政執行的單位 我們只會有一個相關的 決議的執行的情況 那個狀況我也跟立法院跟監察院都報告過 那就是我主政項 那我是根據大家來承報的情況 決定在那個時間點採用這樣的政策 然後在記者會公佈之後來實施 那任何這些會議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有開過一些相關的秘密會議 所有的資料合約立法委員都檢視過 我講完有感覺有什麼比較高 看過的這部分我指的是那時候在疫苗 疫苗所有的合約 我們相關有保密條款之外的 有插入之外 在上上個會期都有在 在這個秘密會議 那還有在資訊公開的情況下 有插入給立法委員 3加11的記錄現在是有到監察院來審視了嗎 因為您之前一直說沒有會議記錄這件事情 所以是監察院已經開始在調查 3加11這個破口了嗎 我還是沒有辦法跟你就講說 3加11是破口 請不要把它汙名化 然後第二個就是相關的資料 我們在監察院是被調查過的 那監察院等他的報告出來 自然他就會清楚 4加11答案 4加11答案 4加12答案 4加12答案 4爭 4加11答案 5弛